中共重庆市委1月24号宣布 免去当地10名高级官员及国企高管的职务 其中8人都是重庆市重要区、县或者是经济部门的一把手 这使得因为涉入不雅视频而受到处罚的官员人数已达到11人 中共重庆市委宣布免除职务的10人是 九龙坡区委书记彭志勇、碧山县委书记范明文 长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树明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爱东 市交通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罗登友 重庆基电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华骏 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天云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等 就在前一天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 详细描述了重庆永皇集团创始人肖叶等人 如何色诱重庆官员 使雷正傅等6人落入陷阱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特别指出 被偷拍和捉奸的官员当时都没有担任现在的职务 都是之后获得升迁 最先从网络上曝光官员淫乱视频的人民记者朱瑞峰表示 由于香港媒体及美国之音等诸多海外媒体的连续曝光 才迫使重庆处理了更多官员 但遗憾的是被处理的官员也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但朱瑞峰指出还有漏网没被处理的官员 实际上最近有许多被举报色情问题而受处理的官员 其中有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头衔的中央编译局原局长依俊清 日前就因女博士后长夜的网络举报而落马 自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 短短两个月内 他就六次在公开场合谈反腐唱联 他还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而人们普遍认为 包括雷正复在内的这11名官员 应该还是属于苍蝇 中共现在高官里政局常委里各个很多人都是大老虎 那么他们根本是打不动的 江泽民是最大的老虎他根本就不敢动的 中共已经是各个利益集团的 大家就互相的一个平衡 打一些小苍蝇 那就是去捞取一些民心 朱瑞峰还指出 在中国连宪法都不能执行 也没有外在的监督机制 人民更没有任何权利 怎么能抑制腐败 每一届领导人都讲反腐败 都是光打雷不下雨 中国的现任的体制下去 所反腐败 那就是空谈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这又是我们开放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我们国家确实去执行宪法 我们这不太有信 以前是搬倒了哪个官员 处理了哪个官员 那都是他的政治对手 我觉得我们的制度不改变反腐败 就是来一千个王岐山 也解决不了问题 不过这次落马的官员中 有些人出乎意料 如九龙坡区区委书记彭志勇 1月18号还主持了 九龙坡区的 17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三次全体会议 这名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 高级官员 曾被广泛视为 将有远大政治前途 而新南政法学院 法律系毕业的爱东 年仅43岁 也令人惋惜 时事评论家横河表示 事实表明 马列主义本身 对人的言行不一致 是没有制约作用的 而且教义本身 也违反人类道德 横河认为 中国人的人格 会在中共这一系统中分裂 所以中共官员会不断的坠落下去